美国总统川普两个多星期来一直不理国证 更把疫情摆在一边 导致全美染疫确诊突破了1191万例 25万多人病逝 而川普家族成员又有人确诊 川普42岁的长子小唐纳 以及川普的私人助理 同时也是川普律师朱里安妮的儿子也确诊 川普家族发言人证实 小川普日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不过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这是川普一家第五个确诊 川普总统10月1号确诊 没多久第一夫人梅兰琳雅和小儿子拜伦也被传染 更早之前小川普的女友积月就染疫 现在在加一小川普确诊 连川普身边的助理也是川普私人律师朱里安妮的儿子也一并染疫 川普他自己和家人连连中招 却都没有产生同理心 积极推动防疫 现在全美确诊和病死人数天天飙新高 绝美周五单日新增确诊高达19.5万人 专家形容非常恐怖 疫情地图和病床使用比例地图都红通通 美国工卫专家再度警告 虽然26号就是美国重要节日感恩节 大家最好减少移动和往来 否则加节过后确诊统计没有最高 只会更高 杨振平编译 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了枪击事件 枪手闯进了一间购物中心连开12枪 目前只有8个人受伤 幸好都没有生命违宪 而枪手疑似是一名20到30多岁的白人男性 在犯案之后就逃逸 目前行踪仍然不明 警方已经派出了75人追捕枪手 数十辆警车跟救护车 包围梅菲尔购物中心 警方拉起黄布条 封锁案发现场 购物中心陷入一片恐慌 美国威斯康星中 密尔瓦基都会区的沃瓦托萨市 20号下午发生枪击案 一名枪手闯入购物中心 朝人群扫射12枪 警方封锁现场将近四小时 许多民众跟员工被困在购物中心里 不能出来 直到警方确定周遭安全后 才解除封锁 受困民众移出购物中心 回想起案发经过还是心有余悸 幸好八名伤者送医治疗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枪手犯案后逃逸 警方已派出75人追捕 警方正在调查枪手身份跟犯案动机 由于嫌犯可能再犯案 警方呼吁当地居民外出注意安全 远离犯案现场以免酿祸 林义琪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明年1月20号离开白宫 多家外媒推测川普会赶进度推动一系列政策 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报的报道 川普打算在任期结束之前签署行政命令 取消属地公民权 也就是取消在美国生小孩 小孩会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 此外川普打算再拿四间中国企业开刀 扩大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并修改H-1B工作签证相关规定 种种大动作恐怕会让总统当选人拜登 一上任就面临重重难关 美国总统川普任期进入最后倒数 向来不按牌理出牌 一举一动引发高度关注 外媒透露川普打算在离开白宫前 取消属地公民权 终止在美国出生就能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 川普在任期内多次公开表示 要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属地公民权 如今白宫主人换人当 外媒推测川普会赶进度动用行政命令 川普政府没有正面回应报道 但白宫副发言人德埃尔发声明表示 川普上任期间勇于推动大胆的政策 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不过属地公民权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改变公民出生地原则 会引发严重的宪政问题 此外川普政府把目标放在H1B工作签证上 希望修改相关规定 并扩大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打算进一步制裁四间中国企业 把他们列入黑名单 司法部长巴尔也在1月20号拜登上任前 安排执行三次联邦死刑 跟主张废死的拜登畅反调 川普政府种种大动作 拜登恐怕一上阵就要面临重重考验 林一齐编译 蓝坛新写P联盟首届赛季年底开打 21 22号一连两天 热身赛先在台中开打 球迷反应非常的热烈 引发了高度关注 市长卢秀燕也敬地主之宜 特地前往主持开球仪式 还跟球迷入座观赛 气氛潮海 1号 P联盟首届赛季12月开打 热身赛台中登场 球迷们一进场 让现场球迷简直嗨爆 同市长卢秀燕也特地前往 担任开球嘉宾 请开球 首场热身赛由台新梦想家 桃园领航员两支球队打投赠 万众期待的热身赛 21 22号一连两天 在台体大体育馆热闹登场 市长卢秀燕尽地主之宜 却担任开球嘉宾 也与球迷们入座观赛 未来我们打造库城市 就是欢迎更多的库运动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娱乐赛事 他叫我要早一点来 所以我礼拜五一定要到台中 因为他一直推荐我吃早餐 台中的早餐 他介绍我吃像猪血汤 搭配一些内脏类的 对对炒面 还有要配东泉辣椒酱 卢秀燕翰担任执行长的陈建中 闲话家常 还不忘推广台中在地美食 为其两天的热身赛 为了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台中师傅还特地邀请冠军DJ正男 小乐 吴斯贤等多组偶像艺人 登场演出 要让台中嗨翻整个周末 接下来我们的圣炫 台中草木道 台中捷运16号开放市营运 结果又出状况了 在今天中午的12点12分 一列捷运列车要回轨 往北屯总站发车时 在高铁台中站发生了机械故障 中捷公司第一时间 立刻进行局部断电维修 导致高铁台中站到大庆站全部暂停行驶 最后经过了75分钟抢修 才终于恢复了全线通车 不少民众行程都受到延误 捷运车厢上挤满搭乘民众 但仔细瞧捷运列车不仅大门开开 而且还是停止状态 车厢内电子荧幕上更显示 设备异常列车得延长靠站时间 转到另一头高铁台中站 一辆红白相间的彩绘列车就停在轨道上 监运站内闸门统统显示红色叉叉 民众全被挡在闸门外 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在二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十二分 一辆监运列车要回轨 往北屯总站发车时 就在高铁台中站发生机械故障 终结公司第一时间决定局部断电进行抢修 导致高铁台中站到大庆站全部暂停行驶 还好经过抢修后 在下午一点二十七分顺利排除 全线恢复通车 而这也是终结市营运第六厅以来 发生的第一起系统故障 造成不少民众行程受了掩误 市营运就是要把问题释出来 安全第一 然后时间第二 假日我觉得OK 暂停营运的区段 我们就利用公车接驳 进入调查当时回轨列车车厢上 并没有搭载乘客 也没有旅客受到惊吓或受伤 还好是在市营运期间 民众大多能体谅 直至一回发生系统故障 终结将进步检讨细节 要确保在正式通吃后 保持营运最佳状态 接着要讲视节 台南市立自由车厂内部残破不堪 不只是杂草丛生 甚至还出现了波浪车道 遭质疑安全性 但是教育局体育处表示 波浪车道是作为越野车练习用途 并未开放 至于修宣的问题 因为50年来 场馆没有使用执照 申请经费才会频频遭举 平坦的车道隆起变成波浪 高低落差光用看的就很危险 台南市立自由车厂的奇景 让不少来此运动的人 相当傻眼 质疑损坏不修 原来不是损坏 而是作为越野车赛道 但场馆令人傻隐的地方还有这里 5公分有 5公分有 长长裂缝一路延伸 目测宽度至少5公分 底下水泥清晰可见 甚至长出杂草 大大小小的裂痕 馆内到处都是 当初整个建完之后 就没有使用执照 那因为他没有使用执照 所以如果说要来用 经费来整修的话 确实是有他的困难度 50年来没有使用执照 申请经费被打枪 如何解决相关单位 一问三不知 那个地方事实上 为什么叫一级 不会不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是公务级 来施作的 所以然后两个单位就不一样 那到底公务级当初 在设这个波浪车道的时候 是不是有合乎那个标准 我们就不知道了 经过会刊 预计拆除原有车厂 重建赛道 未来提供选手训练 但这项方案 至少需要一亿经费 能否过关得看中央 点不点头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导